穆斯林私生子到底能不能够冠上父亲的名字 以取代阿都拉 今天出现了最新的发展 联邦法院原定今天下判 不过元素方也就是国民登记局却表明 希望可以用其他的途径解决问题 要求展颜宣判 联邦法院最终也亮了绿灯 批准展颜申请择热下判 国民登记局早前在为一对穆斯林男女的私生子登记时 不允许孩子冠上父名 坚决要使用阿都拉为名 并且坚称这是依据伊斯兰裁决形式 上诉庭在2017年5月25号做出标杆性裁决 裁定国民登记局总监在决定穆斯林非婚子女的父亲名字时 无需遵守全国伊斯兰教规理事会所定立的教规 换句话说批准夫妇申请让孩子冠上父名 国民登记局随后上诉 裁决理应在今天出炉 不过登记局 登记局总监和政府今天突然 以要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为由 要求转言宣判 以但斯里阿末马阿罗为首的三司 其余没有一方反对 因此批准转言 过去多年来 全国伊斯兰教规理事会 曾经多次推行争议性十足的教规 如禁止穆斯林链鱼家摸狗等等 根据联邦宪法 伊斯兰教规是属于各州苏丹犬县 并有各州宗教司定立 至于在雪兰方面 绰号Boy Tiger的31岁无意男子凯露 因为杀死3岁的妻子 今天被押往安邦推市庭面控 根据控状 被告11月8号早上11点 在安邦一间住家 杀死当时只有3岁又4个月的妻子 而面对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唯一的刑罚就是洗刑 对市则定案件在12月21号重新过堂 等待医药报告出炉 至于在南马 三名男子因为贿赂执法人员 今天在新山地方法庭面控 当中68岁的冲昌郭佑 被指在2018年9月3号 在居卵市政厅 以500令吉贿赂官员 以便延长废帖回收场的生意执照 第二名被告32岁的保险经纪 Daniel Chu Zen-Yuan 则以100令吉贿赂新山南区警察总部的警员 解决一起主公办事的纠纷 两人面对2009年反弹无法令 第17支B条文 双双扶手认罪 罚款1万令吉以及监禁一天 最后一名50岁的商人被告 邱肖明 则因为无牌营业 企图支付1000令吉 贿赂两名市政厅官员 被告否认有罪 获准以一名担保人 以及1万令吉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12月19号重新过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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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